今天是首相伊斯麦·沙比里成为大马第九任首相之后 政府提成2022年财政预算案的大日子 那早前沙比里就已经预告了 说这将会是一份充满惊喜会让大家哇的预算案 而来到今天财政部长扎夫鲁也在国会下议院正式提成 以大马一家国泰为安为主题的2022年财政预算案 并宣布政府预计明年的总开销将会达到3321亿令吉 这也再次刷新我国预算案开销的记录 其中有2335亿令吉也就是大约70%将用于行政开销 另外756亿令吉是发展开销 还有230亿令吉呢用于新冠肺炎基金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财政部长扎夫鲁 今天下午出发到国会提成预算案的情况 身穿粉色马来服装的财政部长扎夫鲁 今天下午3点在官员的陪同下 与财政部大厦外一同完成了祈祷仪式 在出发前往国会之前 扎夫鲁连同两位副部长 向媒体展示了他拎着的财政预算案文件 之后才乘车离开财政部大厦 下午4点05分 扎夫鲁在国会正式提成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 他宣布 随着政府加速落实疫苗接种计划 市场逐步复苏 因此政府乐观预计大马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将介于5.5%到6.5%之间 另外扎夫鲁也宣布 基于收入成长和预算需要 2022年的财政赤字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预计将会降至6%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